相信很多人看完陈贝拉以后 都想养一只蝙蝠 但蝙蝠的皮肤简直太多了 真的细分下来 据说有上百种 那么蝙蝠的什么颜色最稀有呢 第七名 黑白蝙蝠 你就记住 黑白相间的动物 没有一个正常的 大熊猫是高贵的不正常 奶牛猫是活泼的不正常 蝙蝠就是新养子多的不正常 能偷吃了零食 还把包装袋扔进垃圾桶 能等你睡着了 打开狗笼子 出门偷吃完以后 再把自己关回去 能嫉妒金毛受宠 把金毛拐出家门给扔了 这些都是狗干的事 第六名 咖啡蝙蝠 巧克力的颜色 一看就含糖量过高 属于蝙蝠里的甜妹级别 那你千万别被他迷惑了 也不要在家里装监控 他会故意干一些 你平常不让他干的事 你会知道 他是怎么偷开你的房间门 睡在你的床上 你也会知道 他是怎么拆你的沙发 不让你感觉出来的 第五名 金蝙 贝拉已经把金蝙的魅力和聪明 发挥到了极致 凭借一己之力 把金蝙的价格打上去了 但是话说回来 金蝙是真好看 所有人都想把金蝙 养成贝拉的样子 但大多数都成了诸葛不拆 第四名 陨石蝙 是唯一允许有蓝色眼镜的蝙蝠 其他出现蓝色眼镜都算失格 从小就颜值在线的狗子 但是我绝对不劝你养 毕竟劝人养蝙蝙蝙 就等于劝人学医 这种颜色就算比较稀有了 不到专业的诠释 基本找不到 毛色以灰色和白色为主 但是在宠物圈 灰色都叫蓝色 所以宠物界没有灰毛 也没有灰蝙 第二 丁香色 蓝白蝙蝙是黑色蝙蝙的西式色 那丁香蝙蝙就是咖啡蝙蝙的西式色 虽然小时候真的很可爱 但是长大以后 不是被认成咖色蝙蝙蝙 就是被别人问 是不是串串小狗 还怪可爱的呢 第一 三色蝙蝙 像雕色海豹色都是三色蝙 养它需要注意一点 就是把毛发打理干净 不然真的很像流浪狗 而打理干净的三色蝙蝙 那气质绝对杠杠的 太有范了 养蝙蝙的家长们 你们养的是什么颜色